时隔16年 中国女足终于王者归来 获得了亚洲杯冠军 然而 很多球迷却不知道 女足到底承受着怎样沉重的压力 半年前 希望以漂亮的成绩备战亚洲杯 为北京冬奥会天才的中国女足却遭遇滑铁卢 在东京奥运会上 先后以0比5惨败巴西 随后又以2比8的成绩败于荷兰队 以如此悬殊的比分输掉比赛 结果就是时任主教练的贾秀全就地解聘时 竟然无声无息 甚至官方没有发出任何通知 这场惨败 不仅将中国女足的士气打入低谷 同时临时换帅也为中国女足征战亚洲杯 蒙上了一层阴霾 其实这样的惨败以前也发生过 那要追溯到2004年雅典奥运会 中国女足以0比8的悬殊成绩败于德国队 尽管两年后 中国女足赢得了亚洲杯 但自此之后 整整16年时间里 中国女足再也没有找回巅峰 可以说 这一次亚洲杯对中国女足而言 各种压力扑面而至 尤其在国足1比3 意外输给了越南队之后 女足肩膀上的压力更大了 不过 好在中国女足主帅水清霞 以及女足队员们顶住了压力 并且在绝对的劣势情况下 凭借着不屈不挠的斗志 一点点逆转比赛 最终以3比2反败为胜 对于女足在赛场上表现出的精神 人民日报曾用10个字给出高度评价 什么叫不屈 女足是榜样 这一场胜利 对女足而言 不只是时来16年的王者归来 更是女足重回巅峰所迈出的第一步 然而 想要重回巅峰 不只是需要像水清霞这样负责的主帅 更需要穷迷们慢慢转变一种观念 支持女足不是为了嘲笑男足 而是真的认同他们的努力 真诚地喜欢这群改于拼搏的女足队员 让她说实话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